古雨时节,万物开始萌动 葡萄也从休眠中过渡到萌芽阶段 当平均地温达到摄氏10度左右的时候 葡萄就会进入它的伤流期 如果此时我们切断了带有芽包的枝条 你就会发现有透明的液体 会从切口处不断地流出来 这种现象就叫做伤流 而这种液体简单说就是葡萄积类的营养 如果此时我们修剪葡萄 就会引起伤流 液体流失的越多 营养损失也就越大 我们知道 葡萄上一年积累的营养 将成为来年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的关键 葡萄营养积累得好 它的压力也就会越大 液体流出的速度也就越快 我院中的这颗迷后桃 同样处在伤流期 所以我们在春天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修剪树枝 尤其是已经带叶芽的枝条 葡萄伤流期开始的时间 往往在萌芽前的两周左右开始 持续的时间因品种和状态的不同 从十天到一个月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预测的标准 就是往往当地温 达到平均摄氏十度左右的时候 葡萄 猕猴桃等攀腾植物 就会进入伤流期 如果在此期间 我们一旦误伤了枝条 如果不严重 就可以用塑胶薄膜裹紧 避免流失过多的枝叶 所以家庭种植葡萄 一定要重视秋冬落叶后的修剪 即使追肥 也要避开早春的伤流期 以免误伤了根系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点就是 在初春的时间里 我们尽量不要减枝 施肥 或者是嫁接葡萄 为了让葡萄能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千万不要让它们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 伤心而落泪 伤心而离 我们下期间 留下了点赞 再来 请继续